那接下来呢 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物理系的系主任柯景源 那今天很高兴来为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系上的这个师资 设备以及这个课程规划 那以及这一个将来呢 就读本系的未来出入 那我接下来就要分享一下 我准备了一个投影片 来分享一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系上的特色 好那 请问各位看得到这一个投影片吗 那个国产可以回应一下吗 可以没问题 好那我就依照这个说明会的 这个大纲好来介绍一下 我们系上的特色 以及接下来 各位可能的出入是什么 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学系介绍 那么我也先介绍一下系上的师资 还有教学实验室 还有课程的规划以及未来的出入 那接下来第二点跟第三点 可能就是 接下来各位呢 比较 密切 需要知道的这些细节 就是繁星推荐 以及申请入学的审查重点 还有准备指引 那第四个部分呢 我准备了一个常见的问题 Q&A大概有三个常见的问题 就以前就是大家常常会询问的问题来介绍 那最后呢 我非常高兴 可以邀请到这一个109级的 谢露城 他是我们这边优秀的毕业学生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求学经验 那么 首先呢 我介绍一下我们系上的这个师资 那目前系上呢 主要有分 5个 5个小领域 这5个领域呢最大宗的还是做实验的部分 也就是固态材料以及奈米光电 那这两个部分呢 总共有6位老师相关的这个专场 那接下来就是 非线性物理的部分 有三位老师还有高能物理 高能物理部分 那其中 这张文珍老师呢是 我们跟中央研究院合并的老师 非常优秀 那这一个卢正人老师 就是右下角色如正娘老师 以及何欣忠老师 他们在这一个 物理教育方面呢就是特别有专场 那还是我们系上发展的重点 那么 在 介绍完老师之后呢 接下来就要介绍教学实验室 那在大学端 这个物理系的教学实验室呢 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那 总共呢有5个教学实验室 第一个 普通物理实验室 那这是大一 物理系一年级的普通实验 普通物理实验 要上课的实验室 那接下来 第二个第三个 电磁学实验室以及电子物理实验室 这是物理系二年级实验课 所需要的实验室 再来是第四个跟第五个是光学实验室 以及近代物理实验室 那这两个实验室呢 是搭配我们的这一个大三 的实验课程所设立的实验室 所以各位家长以及各位同学 就可以了解到说 事实上 大学的物理系里面呢 是非常注重这个实验课程的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安排这个实验课 每年都安排实验课 那么 课程规划部分呢 我依照呢 未来的出入也就是说 在我们系上毕业之后的学生的未来出入 我们特别的规划了三个方向 三个方向 那除了 共同的必修课之外 左边这个框框里面呢 是共同必修课 是除了普通物理学 还有我们的四大力学 就力学 电磁学 热物理 还有我们的什么近代物理学之外 我们依照 不同的出入以及未来的规划 那设计的三个 三个课程 第一个是基础物理模组 那基础物理模组的主要是要开发给 将来想要继续走学术路线 的同学呢 来参考修课的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应用物理模组 那应用物理模组的设计呢 主要是提供给将来想要投入 产业界的同学做参考 为将来在这一个科技业呢 打下良好的基础 所以里面有很多课程 比如说是 电子物理 进阶电子物理 半导体元件物理材料科学导论 还有应用电子物理半导体制成 或是奈米导论 或是光电导论 这一些都是相对应用的 这课程 那可以为各位呢 将来进入这个产业界呢做准备 那再来第三个方向呢 也就是我们的物理教育模组 那这个也是 我们师范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那换句话说呢 如果将来 各位同学想要投入这个教育界的话 那么我们同样呢 也提供了啊 这一个教学必备的这个课程 比如说 教具概论啊 教学实务啊 教具制作啊 或者是教学活动设计实务 那当然这个属于我们的专业的部分 另外 还有 师资培育的课程的学分啊 你还要去选秀 还要选秀 那么简单的介绍完这三个课程规划之后呢 那当然啦 每一个 每一个模组 每一个模组呢 他都会对应到我们相对应的 为各位准备的 出入来做准备 那么 依照过去好的统计 那么 系上毕业生呢 大致上 呃的出入呢 可以用这边下面三个方向来说明 来说明 那么这三个出入呢 第一个是工程 也就是呢 投入这个半导体光电或电子航太产业 那再来就是学术界 那可能是继续做天文物理啦 或凝体固态奈米或是高能物理 那至于第三个 也就是我们的教育模组的话 主要呢 是投入教育界 那可能是国高中老师 或是补教界老师 那依照这三个 这三个出入来分析的话 事实上是搭配到我们系上 我们系上的学生 啊 在失陪的资格 我们系上的学生呢 啊 一届的话呢 我们现在目前啊 是一般 一个年级有44个 啊 有44 44个学生 那其中呢 有具有 失陪资格的 有20名啊 失陪生20名 那非失陪生 有24名 那这个是 失陪生跟非失陪生呢 是依照我们的这一个 失陪生的 征选办法 来选择这20位学生 来作为失陪生 啊 来作为失陪生 那失陪生呢 就有资格 可以选修 我们的教育学程 啊 我们的失陪教育学程 那这是未来出入了 那具体 具体来讲呢 我们统计的过去 啊 统计过去的毕业生呢 这四年的毕业生 的流向 那各位 家长或同学大致上可以看到这一个 呃分析图了 在这一个毕业学生呢 目前可以联系到毕业学生里面 大致上有一半 有一半的学生呢 都投入到产业界 那有一半的学生 就投入到产业界 那投入产业界 学生里面 其实你可以发现呢 有一半 又在台积电 那还有一些同学 可能在联电制约官或立即典群创 啊 这是在 投入在我们的这一个 呃科技业里面 那除了这之外 另外一个比较大众的就是 研究所进修 所以其实有很多优秀同学 他们可能就是 继续呢 投入在各个学术文章当中 比如说他可能去读博士 或去读跨领域的硕士 所以 有 四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约略的同学在研究所的 这一个部分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属于投入教育界的 啊 老师 那这老师里面呢 其中呢 有一半 可能是在 国高中 有一半呢 是在这个 这个 补习班 啊 当老师 那其中呢 有专任教师 还有三个 大一教师有四个 啊 有四个 啊 这是 目前的统计 最近 毕业之后这四年 同学的这个流向 那接下来就是 这次这个线上招生说明会 也很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呢 入学的方式 应该注意的啊 就比如说这个繁星推荐的部分呢 他是 我们系上招生名的有9名 那我们的检定的标准呢 就是英文是军标 数A是前标 那自然呢是军标 啊 分法比序呢 如这个说明里面呢 就依照呢 在这个学校的全校排名 百分比 然后再来 比较 这个数A 自然 啊 依序啊 这个 按照这个次序的来筛选 那当然我们 系上呢 的上课地点 以及我们的 这一个物理系系管呢 是在燕潮校区 还是在燕潮校区啊 那么 这是有关 繁星推荐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 就是 申请入学 申请入学的审查重点 审查重点 那申请入学的名额呢 有19名 有19名 那么预计呢 一阶啊 通过一阶 进入到二阶的是 预计征选的人数呢 是57名啊 3倍 那么我们征选的成绩采计方式 如表格里面啊 这个 征选总成绩的比例呢 就是学测成绩采计是英文一倍 数A2倍 自然2倍 占征选的总成绩40% 那最重要部分呢 最重要部分呢 是二阶段的这个 资料审查以及笔试的部分 那资料审查 占30% 笔试的部分呢 也是占30% 那笔试有两个 两颗一颗是物理 一颗是数学 一颗物理跟一颗是数学 那么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准备的考古题 所以 各位同学如果呢 对这一个 考题的方向 感兴趣想要提早准备的话 那欢迎各位 到我们的网页 到系上的网页 到我们物理系的网页的右边 右上角部分 有一个高中生专区 里面就有 申请入学的考古题 可以提早呢 做练习 可以参考 可以提早做练习 可以参考 这是非常 有参考价值的 这考古题 所以 如果各位 有有兴趣的话呢 我建议各位 务必 要去把这考古题 下载下来 做练习 做练习 所以这是 有关第二阶段 这个比试的部分 所以这个 再强调一遍 这个是 可以提早做准备的 提早做准备 所以刚刚的资料呢 就是在我们系上的网页 系上网页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有关 书面审查 资料 的准备的指引 准备指引 那么 审查资料 要准备部分呢 就是项目是 第一个 修课记录 这个蓝色框框里面 这个修课记录A 这第一个部分 再来第二部分呢 是课程学习成果 那至于多元表现的部分呢 我们就希望各位呢 准备的资料 是FMN FMN的项目 那FMN项目 我们可以 按照这个 审查资料项目内容 对照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 各位要准备的这个资料呢 就是修课记录 学习成果就是 自然科学领域 探究与实作成果 相关的 这一个课程学习成果 那多元表现的部分呢 你只要准备FMN就好了 F就是自主学习的计划跟成果 那M呢 是特殊优良表现证明 啊 所谓的特殊优良表现证明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扣掉 社团活动啊 干部经验啊 服务学习啊 竞赛表现啊 非修课记录之成果作品 剪定证照以外的 啊 所以 你可以准备 这个GHIJKL 这些项目以外的 啊 这些特殊表现啊 尤其是在校活动的特殊表现啊 你可以把它放到 你的审查资料里面来 凸显自己的优势 凸显自己的优势 那最后呢 就是多元表现的重整心得啊 啊 这个部分呢 就非常重要 一定要写啊 一定要写 OK 那等一下 等一下我会跟各位的一项一项的 说明呢 这一个 啊 这一个准备的指引啊 准备指引 那这准备指引呢 有关A 这个修课记录部分呢 各位就要特别啊 把这个数学跟物理的修课状况 一定要把它来放进去 一定要放进去 好 这个是修课记录 那 有关D的部分呢 D的部分呢 自然科学领域探究实作成果 其实啊 你要准备的指引的话 主要是要看探究的过程 或者是心得 OK 那最后是这个 多元学习的部分是F跟MM 那F的话 因为前面是各位是可以 平常就应该准备好了 那么高中自主学习的部分呢 我们要看的主要 这是物理相关领域的自主学习 历程跟反思 M的部分呢 M的部分就是 只要有利于你申请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来 除了这个什么 GHIJK 这个项目之外的 你还是一样可以放上来 那最后 最后这个N 多元表现重诊心得啊 这个部分 多元表现重诊心得呢 你要准备的时候 要尽量说明 你的多元表现的成果 跟申请我们物理系 之间的关联 你要特别强调 然后让这个审查老师呢 可以注意到说 OK 原来你这些多元成果表现 跟物理系的连结 到底有多深入 那这样子就可以凸显你的优势 这样就可以凸显你的优势 所以 这个多元表现重诊心得 一定要好好准备 一定要好好准备 这是 我针对这 12345 这五项呢 书面资料 的一个简单的说明 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这也是 就是过去几年来呢 我到高中端去招生的时候 或是在入学的时候 亲师座谈 常见的 不管是家长啊 或者是同学常见的问题 那同学可能会问 大学物理跟高中物理 有什么差别 那么在高中物理呢 我们会 高中物理的话 你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 在做反复练习做解题 因为毕竟我们考试的题目 比较多了 所以你可要加强运算 所以你要熟练度 就要增强 但是到大学端来的话 到大学端来呢 我们最主要的 需要更进阶的数学方法 那我们注重的并不是解题的速度快慢 我们注重呢 是你的这个物理系统 他模型的建立 以及公司的推导 所以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这些物理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你如何呢 利用数学工具 去表达出你对物理的 自然界的这些现象的看法 那最最重要的 最重要跟 高中最最重要不一样的地方 你就是必须要阅读原文书 所以 系上所有的课程 目前系上所有课程都是双语课程 也就是说各位可能看到老师呢 虽然是用中文表达 但是我们所有的讲义 跟课本全部都是原文书 考试也是用原文 所以 这一个部分呢 可能是跟高中端比较大的不同 那也是各位同学进入到 这个大学来 一个要去适应的地方 也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挑战 也就是学习接触这个原文书 学习接触原文书 这是第一个常见问题 再来 第二个常见问题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会说 那个 老师 读物理系之后是只能当老师吗 有没有机会可以往工学院发展呢 或者往科技业发展呢 那 各位家长跟各位同学 从我们刚刚分析 我们物理系的毕业生的出路 大概就可以发现 事实上有一半的同学 其实都是往这产业界发展 所以很显然的 物理系的课程 是跟科技业是有非常强大的关联 甚至可以说是 投入科技业的基础 投入科技业基础 那为什么呢 我这边可以跟各位具体的说明 物理系的必修课程啊 其实都是应用科学基础 比如说我们必修课 力学 电磁学 热物理学 以及光学 还有近代物理学 这些通通都是什么 应用科学基础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为了让同学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我们就规划了啊 刚刚跟各位提到这个应用物理模组 又针对某些特殊领域来做更深入的 这些探讨 或更深入的教学 也就是说 比如说电子物理 半导体 材料科学固态 这些是我们特别加重 要去深入的 的训练 或是培养同学的课程 那原则上呢 各位同学只要把这基础科目学好 然后就可以选择不同专业研究所 那所以 所以在我们物理系 就读的同学呢 其实 选择也非常的多 是进科工退科手的好策略啦 那么这是有关第二个常见问题 就是跟工业界 或是跟工学院的这个连结 那再来就是 针对 对教育工作非常有热忱的同学 因为 在 师范大学就读的话 其实有非常大比例的同学 其实是报纸的 非常大的教育的热忱 想要投入教育的热忱 来我们学校的 所以 在这边呢 我们也是提供了非常好的 这个课程来培养 育有这个教育热忱的同学 那当然 那家长可能会担心嘛 就是因为比如说现在是少子化嘛 那专任教育的缺額 越来越少啊 那 还有机会吗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 在这里呢 我们一样也是做一个 简单的 回答 也就是说 对一般的教师 在目前来讲 确实是处于饱和状态 因为 因为这个年改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老师就延后退休 那这是属于一般老师嘛 但是 但是 底下各位家长跟 对教育 有热忱同学就要特别注意 有关 这个 资优教育师之 以及 双语教育师之 目前是非常非常需求 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这个 双语教师 还有这个资优教师 因为 我们国家 可能就是 我们国家 那接下来就是要 有双语的教育政策嘛 所以对于 老师的这个 双语教育的能力 哦 就会开始准备要求了 所以 我们会准备的 两个学程 一个呢 就是 资优教育学程 另外一个是 双语教育的认证 比如说 这个资优学程 资优学程呢 我们学校 有开这 这一个资优教育学程 资优学程的话 有38个学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资优教育 这一个学程 具有资优学程的 这个资格的老师 其实不多 啊 所以呢 连续 三年 108、109、110 都有公费生的名额 开出来 也就是说 这些公益学校 他们的这个资优教育 的资优 应该说是这一个 资优学生的训练的话 他们需要资优学程的老师 才有资格进去带资优生 所以 我们系上呢 就是在108学年度呢 有两位 公费生 一位 是在台东县的东海国中 另外一位是在桃园市的情侶国中 那 在接下来109也是有两位 110 也是一位的公费生 这些都是资优班的教师 这些都是资优班的教师 所以 所以各位家长跟同学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 你除了一般的 私培学生之外 再多加 这个资优学程 那就会提高你的竞争力 也可以增加 你将来的选择 那将来选择 那 除了这个资优之外呢 我们还有双语的教学双场 教学专场的认证 那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 这个双语教学的课程 比如说 教育的基础课程 佛方好课程 以及这课程 所以这边总共有10个学分 的认证 双语教学认证 所以相当的丰富 相当的丰富 那最后呢 就是对于呢 这个想要投入学术 或是科技业 那想要再多 多加一个国际交流的管道 那是不是学校也可以提供 这方面的 这些选择呢 那 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 国际事务处的国际合作组 那就提供这国际交换学生的方案 我们鼓励学生 出国去做研修 或是实习 那在这里呢 主要有四个 四个项目 第一个就学海飞扬 第二个是学海习珠 再是学海竹梦 再是新南向学海竹梦 那 简单来讲 简单来说 学海飞扬跟学海习珠啊 其实就是要 选送这个优秀学生到国外的 大专院校去做学习 大专院做学习 那 学海竹梦第三项跟第四项 学海竹梦跟 新南向学海竹梦 主要是选送到 实习机构 还有规划实习领域 主要是到实习的机构 可能是企业啦 或是机构来做职场的实习 来做职场实习 所以这是第一项跟第二项 就是一二跟三是最大的区别 所以一个呢 是选送单位是到国外大学 那国外大学 如梦的部分呢 就是国外的企业或机构 那这一个呢 各位呢 可以进到学校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细节 透过这国际事务处 国际合作组 我们就可以把这细节 把它看清楚 就知道如何去申请 如何去申请 这是有关于国际交换学生 他的交流的机会 那依照我的观点来讲的话 我非常鼓励 我非常鼓励学生呢 可以在大学的阶段 有机会到国外去增广见闻 增广见闻 那由于过去 就是这个两三年来疫情的关系 所以可能 过去两三年来就是 申请交换学生呢 就是因为 没有办法出国嘛 所以就是 机会就没有了 那从今年开始 已经有学生 已经开始申请 这个交换生 我最近才 签了一两个 他要到美国 去交换生的 这一个推荐信 所以 慢慢的开放之后 疫情 我们现在已经 疫情要开放了嘛 所以 投入这个 国际交流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 各位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 有对这个 增广见闻 然后 有这个机会 来 到国外去 做交流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那么 最后啊 最后就是 我邀请了 这次为了这个线上招生 我特别邀请了 我们的毕业学生 109级的谢陆成 那他在学校的 这个学业表现呢 也非常优秀 甚至的也担任了 我们的 实验课程的助教 非常的认真负责 那他毕业于 这个他对 他是属于这个 大学的出入的话 他属于学术型的 所以他 之后呢 就投入了这个研究所 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研究所 那他毕业之后 目前呢 他 在3月份的时候 就要到这个大力光 去工作 投入到产业界 投入到产业界 那大力光是目前呢 国内这个塑胶光学镜头 精密镜头的领导厂商 甚至可以说是全球领导厂商 所以 这一个 有关手机镜头部分呢 非常的厉害 这个大力光 这个工作 那么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谢陆成 请他来分享 最主要分享一下就是 在大学的部分呢 学习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如何替自己 接下来的这个出入 做规划 那 呃 分享完之后 如果各位家长或同学有问题的话呢 也随时可以提出来 啊 来讨论 哦 谢谢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谢陆成 啊 谢陆成 呃 各位家长学生好啊 我叫谢陆成 那我接下来就分享我的 POW POINT 呃 在 OK 呃 你们 你们能看到我的POW POINT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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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呃 我这次的分享比较偏向我在物理系看到的事情 跟 哎 不好意思 我在物理系看到的事情跟 就是 你到底适不适合来读物理系 那以及他后续你会有 就是 哪些出路可以走 这样 对 那 切面包含就是 呃 横向的 那也包含纵向的 就是时间上的切 横切 对 OK 那 呃 这是整个大纲 那我会稍微讲一下物理系的特性 那有谁适合你的物理系 你应该要做哪些准备才适合进来 对 那我认为 最大的优势就是 呃 他 他他对于产业的变革其实 他具有非常大的弹性 那你基本上念完你不需要弹心 你没有课业的 你没有工作的问题 或者是你找不到方向的问题 对 那 第二个是关于说 为什么选择高师大而不是其他学校 那我做了一个呃 简单的分析 那 我不会告诉你答案就是 到底要 要选还是不选 对 那选择全交给你自己 那最后有一个 Q&A时间 对 那原则上我会希望就是 呃 随时都可以提问 不需要一定要拖到最后才提问 对 那 如果 如果你拖到最后才提问 你可能会忘记你前面想要问的东西 这样 OK 那 那 第一个是物理系的特性 其实 你会发现我们学的东西很多都不相关 像是光学啊 半导体 电磁学这些东西 对 那还有像是 呃 学定格的猫啊 就是量子力群 那甚至我们也会教一个东西叫 Python 对 程式语言 那这些科系的相关性很低 那很低的优势会在后面体现出来 对 那这是第一个呃相关性 呃 第一个 第一个点 那第二个点是 我们对于逻辑或实验操作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对 那我找了一张图 呃 秀说就是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通常会是先观察现象 然后 提出我们 就是提出我们的理论或者是想法 那接下来去开始讨论整理分析 那整个物理系其实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对 所有所有包含半导体电磁学光学 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观察 然后假说 然后去验诊它 对 那这样的物理系适合什么了呢 那我会 我归纳出两点就是 第一个是 你对于思考问题是非常有耐心的 对 那第二个是你有创意 而且你愿意去付出实行 对 那我 我这边举了一些例子 像是 比如说你小时候的梦想如果是当爱迪生 对 那你就非常适合来进入物理系 为什么 因为他为了一个灯泡就做了1240研 对 那这一种人就是非常有耐心 而且你也愿意去解决一个问题 对 那另外一个有创意的是怎样 像是牛顿 他被苹果砸到 然后就通灵出万有引力这件事情 对 那这就是一种创意 对 那当然这两个案 这两个例子都比较远一点 所以我举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 像是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打过那个空中巴士 A380 对 那 A380最初在设计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他太大 他没有办法 飞起来 那如果我把机翼做得很长 那机翼太长又不符合机场资格 就是 因为机翼太长会 就是一开始机场设定的跑道宽度是有限制的 所以你不能 机翼把它做到太长 对 那 如果机翼不够长 它的生力又会不够 所以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他要马飞不起来 他要马飞机场跑道限制住 对 那生力不够的状况 生力不够的状况 后来被 就是工程师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解决 就是 我们在 机翼的尾端上面 加上一个小小的折翼 那这个折翼加完之后 就可以让 就是 就可以让那个 生力大很多 那飞机就可以顺利起飞 那至于这个折翼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们也只是去参考一支 老鹰飞行的过程中 它怎么去降低它的那个空气阻力 对 那这也是属于创意的一种 你只需要改善一些些事情 你就可以让整件事情 可以正常运作 然后变得很同顺 这样就可以了 对 你只要有这些特质的 其实你就适合来念物理系 对 那如果你拥有这些特质 而且你也选择来念物理系 那物理系 它会带给你什么优势 我觉得最大的是 底下这个优势 就是 如果你在观察过去 二三十年的产业变革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两千年的时候 最夯的东西叫做 网络科技 就是个人电脑 网页设计那些 对 那我们需要用到的能力是程式语言 这个在我们系上也有教学 那在2010年就是光电产业 比如说像太阳能板 那我们需要用到可能是 电磁学跟量子力学 那2020年也就是现在 我们会遇到需要的是 半导体电动车产业这些东西 那你会发现 这些都是需要用到 物理系相关课的内容 对 那 再来 2030年 呃 说实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它 所以 可是 呃 我们我们既然没办法去预测 那我们也 没办法去 不应该去假设 对 那唯一的 唯一的 可以确定的就是 这一项东西一定会跟物理系有关 如果你继续 如果你就是你 如果你继续往前推 比如说像1990 1980 1970 对 你会发现所有的产业都会跟物理系相关 那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 2030年应该也会跟物理系相关 对 那这是我认为读物理系 就是整个过程我看下来最大的一个优势 OK 那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那个高师大的那个 呃 SWAT分析 OK 那我列出了就是我在高师大就读完之后 呃 呃一些优点跟缺点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是 其实其实我认为呃高师大的老师他比较愿意等学生学习 学习完熟悉之后然后再继续往下 那他的教学是非常详细的 那如果跟亲大作为对比的话 我遇到亲大教授曾经在两三个礼拜教完两三百页的内容 对 啊两三百页你有没有办法在那时间读完我就就看个能力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很好就是很棒的地方 因为老师老师不会一下子就可能两三个礼拜就把那些东西都讲完 你会比较不会那么有压迫感 那再来就是我们我们的科系种类学习其实非常多 他不至于到让你呃就是完全只专注在同一个方向 那这样也可以避免就是万一某个产业衰退的话 你会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啊高师大相对于其他学校有优势的地方就在于私配资格 对那我是109级的啊在我们那一班有非常多人是最后是选择去当老师 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啊 他劣势的话就是我们经费相较其他学校较少 所以你可能会遇到就是课堂上没有主教的问题 对但我觉得这个还好 因为他比较偏向学习的部分 那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呃学习来解决这问题 对那最后一个是呃劣势的部分是跟其他学校比起来 我们的呃我们对外部企业的资讯流通会比较少一点 对那这部分也算也算好处理 因为你现在现在所有的资讯很多都会放在网路上 所以你只要一Google你就可以去知道 哎哪边有在整产哪边有在做研究 这样但这些可能都是你比较需要去 就是底下这边是你比较有办法去自己做解决的部分 OK那接下来就Q&A时间 好那请问呃各位家长跟同学 有没有想要提问的问题 欢迎来欢迎提问哦 好那如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会最后呢就是再次啊欢迎各位家长跟同学呢 来申请我们这个物理系的入学 啊谢谢各位啊 谢谢各位的参与那麻烦各位呢 就是填写一下这一个线上的问卷 啊谢谢谢谢 好那呃今天的这一个线上招生说明会 到此就告一段落啊 谢谢各位的参与啊 拜拜